记者陈凤利草藤报道,草藤同济会前会长草藤镇公所专员洪兴凯选择在该会举办的捐血活动,捐除第100次101次热血,捐血中心主任陈佳琪后来告诉他和现任会长陈黄奇,今天刚好有年轻爸爸到中心领血,因为太太生产需要书血,捐血真的救了很多人。 洪兴凯今天在草藤镇会德工广场的捐血车捐了500cc的血,可以计算捐血两次因此今天他捐了第100次101次热血,由于是草藤同济会办的捐血活动,现任会长陈黄奇也陪着他一起挽秀捐血救人。 洪兴凯表示,从17年前开始捐血,每次大多捐500cc,由于第100次捐血对自己是一个里程碑,因此选在自己参加德社团所办的捐血活动来参加。 捐血中心主任陈佳琪也到现场颁发感谢状,晚间他则在曾黄奇的脸书留言,指今天中心刚好有一个年轻爸兰灵血,原来是妻子生产需要书血,而大家捐血真的是救了很多人,这样的爱心让冬天变得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